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453集 我石痕地门只有战死的英雄 没有临战退缩的懦夫 乙老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想到自己的底牌 他胸膛一挺 气势如虹 再一次地神采飞扬 好啊 这才是乙老 见乙老重拾信心 依然是神采飞扬 玉河同龄等人不由得心神一阵 流露出来了信心 乙老是主人安排给弟子大人的守护者 实力绝非之前展现的那么简单 秦城看着重拾信心 神采飞扬的乙老 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缓缓说道 不管你是真不怕死 还是有别的什么底牌 无论怎么说 凭你敢在本少面前大放厥词 就值得让人再上一局 既然你说石痕地门只有战死的英雄 那本少就成全你 秦城笑着说道 出手吧 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 比如说本少没给你机会啊 乙老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他死死地盯着秦城 最终他咬牙 气血涌动 怒吼道 杀 轰的一声巨响 乙老怒吼的瞬间 风云变色 天地震荡 就在这石火电光之间 他猛然地抬手 一道漆黑的星辰 瞬间轰飞了出来 当这星辰出现在天地间的一瞬间 轰隆一声 整片的黑暗阻地都在震荡着 周围无数的黑暗气息 都像是沸腾了一般 这是一颗无比巨大的星辰 足有一万丈 微额松立 一出现 便已经遮蔽了整片天空 镇压住了九天十地 在这黑暗星辰之上 一道道可怕的符文 升堂了起来 这些黑暗符文不断地旋转着 竟然是绽放出了至尊级的气息 至尊气息弥漫 震慑珠天 横断万物 以一种无敌的姿态 朝着秦辰镇压了下来 磨灭一切 在一阵阵轰鸣声中 可怕的星辰把秦辰整个人封锁 而且星辰轰鸣不止 滚滚转动 欲把秦辰磨成血污 至尊宝剑 如此深微 把很多人都吓了一大跳 甚至有人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突然的变异 这实在是把许多人都吓住了 这完全是出乎于很多人的意料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以老的杀手锏 竟然是一件至尊宝器 这一颗黑暗星辰爆发出来的惊天至尊气息 不是至尊宝器 还可能是什么呀 太可怕了 竟然是至尊宝器 以一劳半步至尊巅峰的实力 再加上一件至尊宝器 怕是能和至尊交锋了 这一小子 要麻烦了 至尊宝器 蕴含至尊神威 不达至尊如何抵挡 远处的很多人 都是忍不住大教说的 至尊宝器 这可是至尊强者 才能拥有的顶级神病 须知 之前无论是麒麟皇子 还是司空安云 亦或者是石痕弟子 他们身上最强大的 也只是他们先祖留下来的神念 而没有至尊宝器 因为至尊宝器实在是太宝贵了 太强大了 一般小辈根本无法赐予 不然很容易就被强者给盯上 所以此刻 当仪老师斩出了至尊宝器的时候 震惊住了赛场上的所有强者 甚至一些半部至尊强者都是发产 这样的一颗黑暗星辰 若是对着他们轰落下来 他们怕是连抵抗的可能都没有 一瞬间就会被轰杀成血雾 尸骨无存 不对啊 这至尊宝器应该是残破了 少了一些神韵 这时 林渊圣门的白眉老者 莫林突然皱眉道 先前众人都是被这黑暗星辰的可怕 至尊气息给震慑住 也就唯有他这样的强者 才能看出一些端倪 这黑暗星辰之上的符文 并非完整 而是少了几遍 不过 即便是如此 也足以是让人心惊了 哪怕是残破的至尊宝器 也足以震杀任何半部至尊巅峰的强者 此人之前太嚣张了 彻底惹怒了尸汗地门 可惜了 若是他没有这样的宝器抵挡 那大局一定 死死必死啊 看到这至尊宝器的轰处 在场很多的强者不由地叹息说道 看着秦晨眼眸之中流露出来了遗憾 这样的一尊天骄就要死在这里 不得不说让人感到可惜 同样涌现出来的还有经济 众人都知道 这一击落下 那么石痕地门和司空圣地 算是彻底的撕破脸 必然会爆发出至尊级的大战 这黑玉大陆啊 怕是要动乱 傻 在黑暗星辰彻底震杀下来的一瞬间 玉和统领 暗听罗 封天统领等三人 也是齐齐动乱 对着秦晨同时发动进攻 石痕地子本来是第一时间想要逃的 但是此刻见到这样的一幕 顿时哈哈大笑道 小子 得罪我石痕地门 你今天必死无疑 一个根底浅薄的小子 也敢挑战我石痕地门 不似靓丽的东西 我石痕地门屹立在这黑玉大陆 亿万年之久 岂是你一个小辈能挑衅的 石痕地子面色争灵 恨不得将秦晨抽筋剥皮 少爷 司空安云面露惊荣 急忙就要催动傅贤留下来的护车 但是秦晨却是淡淡一笑拦住了他 区区外物 岂能伤到本上 秦晨轻笑居然是闻死不动 轰的一声 就看到秦晨的头铁 恐怖的至尊气息 疯狂地倾斜而下 宛如是海啸一般把秦晨淹没 在茫茫的至尊气息之中 秦晨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眼看着如同天地一般的巨大星辰 就要撒在秦晨的身上 就在这一刻 秦晨猛然地一拳轰出 冬的一声惊天 在遮蔽天地的黑暗星辰之下 秦晨一拳直接轰杀出去 这一拳没有任何花巧可言 无比的平凡 不带有任何的神通 就是这么硬碰硬地 直轰了过去 秦晨的这一拳轰击 在了黑暗星辰之上 宛如是魔神探出了他的神拳 看似并不如何 可却在刹那之间 硬生生地挡住了 这从天砸落下来的黑暗星辰 轰隆那一声 一股无比可怕的冲击波 席卷了出去 宛如是海啸来临 众人都是瞪大了眼睛 清楚地看到 秦晨搂着司空孙女 就这么一拳轰出 与那恐怖的至尊宝器 黑暗星辰直接碰撞 疯了吧 这小子竟然徒手 激至尊宝器啊 我的妈呀 当看到秦晨的一拳 轰向了至尊宝器的时候 远处观看的诸多强者 无不为之傻眼 这简直就是他们见过的 事情中最疯狂的事情 无知小子竟然徒手硬汉宝器 他这是自学死路啊 有强者叹息摇头 仿佛已经看到了秦晨悲剧的下场 一老本来心中也还有着担心 因为秦晨的来历太过诡异了 手段太过可怕 即便是有至尊宝器这样的杀手锏 他也不敢肯定 自己就一定能杀死对方 所以才会让石痕弟子直接离去 可当他看到秦晨竟然是徒手去硬汉 他失散出来的至尊宝器的时候 他心中陡然流露出来了狂血和正面 敢如此抵挡他的最强攻击 那就是在找死 他面目争论 全力催动了黑暗星辰 轰的一声 随着一声惊天的巨响响起 众人都是瞪大了眼睛 然而下一刻 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了 没有发生秦晨在至尊宝器下 直接化为积焚的场景 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轰的一声 秦晨那看似平凡的一拳 竟然是拦住了黑暗星辰 在黑暗星辰之下 秦晨安然无恙 哪怕是至尊宝器 依然是未损他分毫 滚滚的至尊威压 镇压了下来 但是秦晨却是丝毫不动 如若磐石 给我破 秦老都不敢相信 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霸道的遗物 赤手空拳就敢应接至尊宝器 如果在以前 他绝对是不敢相信的 但是 今天他却是真真实实地遇到 不可能 此时 秦老毫不犹豫的张口 喷出了大量的晶蟹 他面目猙獰 直接开始燃烧自身本源 轰的一声 大量的晶蟹喷在了黑暗星辰之上 欲以自身的晶蟹催动至尊宝器 发挥更加强大的至尊之威 但是 不管秦老如何催动至尊宝器 都是依然无法震杀秦城